楼灾五个警号 这个香港楼市进入一个灾难的开始 大家真的要非常小心 这个警号已经响起了 五个大的警号详细和大家分析 因为我其实不停都是说 大家要小心一点香港楼市 但近来看到情况更加扭扭 因为有些消息已经爆了出来 大家可能就没有特别留意 我将它总结了 你就会看到为什么有楼灾 楼市的灾难已经在来 第一个我们就叫做Blue Close 2 大家知道长实在第二期 他第二次推出第二期 原本整个总共有550个单位 长实首轮推了188个 卖了已经不够75个 已经是差的了 很老实 因为第一次推出188个 你都应该买了数 我想它又不说138个 而是188个 我认为它有信心 会走到其他客人出来的 你知道很多大陆国内来的客人 他未必会经过其他经纪 找到他 不是那么容易走上去 始终有一个关系 于是你可能会撞到客人 撞到够了 撞到够了 要这么大宣传 于是Blue Close 2 想着第一轮开 188个可以 谁知道实际上 销售只有75% 次论再买 便出现大问题 今次我要和大家说一件事 因为第二轮 它只是推出了88个 谁知道很令人失望 卖了27个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惨淡的状态 88个拿出来卖 已经很抑郁的 很强烈 888个 再加88个 其实都是200多个 原本还有550多个 大哥 你呱呱呱 要不停缩 应该越来越厉害 结果卖了27个 哇 27个的话 就等于没有卖一样了 真可憐 那你怎么办 动都不动 后面那条数据 就不用做了 那你加一加买卖 现在200个都卖不到 多肉酸 百多百五六个而已 哎呀 真是惹鬼特 好了 基本的截实 就是21570元 这个价格 就是告诉大家 喂 它到了天花顶 惨不惨 这次我和大家说 第一个警号就是说什么 这些豪宅 所谓的豪宅 已经告诉全香港所有人 香港的楼宇 到了天花顶 到了这个价格 就不会有人追 死了 那这时候 你以后就会用 这个 Bullclose 2 这个价格 来计算 喂 它都卖不完 21,500元 是不是 那我把你弄破了 就是20,000左右 香港所有这些豪宅 因为21,500元 卖不到 喂 你回来就卖到 我最多给你20,000 而已 你现在卖到27个 就是你想卖到后面那些 那你起码 跌回去 20,000元 香港的豪宅市场 一般来说 就是20,000元一尺 就顶位了 OK 那你还用20,000元一尺 去浪费下面那些 比如说你觉得 你只有九折 那你就 18,000了 但这个是你去衡量得到 因为天花已经做到了 哎 会不会啊 好像之前那些 详实的那些 赵国雄说 哎呀 我们每次还加一点 加一点 加个屁什么 现在 无可置疑 这个王竹亨地铁站 上街 所谓的豪宅 那些人已经不 拜他了 你 怎样加价 我都不理你 因为为什么 这个价格我就应归 就是天花板 你上不了他 死得了 一封天花板的时候 全香港人都会很小心 以后 所以他买豪宅 我去算一算 喂 这里都是2万元 我一定会买到的 是不是呢 我现在不买而已 我一定会买到的 这时候我现在先省一点 我就用这个来去算 那你就惨了 因为呢 如果你没有天花板 大家就会想 会不会再升 再升的时候 我买不到很笨 现在不是啊 他放在这里一大堆 卖不去 那就是说 那天花板是2万元 那你自己看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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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你买 任意去选择 于是乎很惨 我跟你说 为何长实呢 接着呢 第二个推出来之后 第二次推出来 二十七个单位买了之后 整个单位买了之后 整个单位买了之后 整个单位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死了 这个价被人看穿了 一看穿了 那就挂得了 我跟你说 现在长实 要买到楼 一定得到一个字 塌价 我跟你说 他应该收起了 那就去等这个 他自己的启德 接着送王台 那个盘 六千多元一尺 那一个 哇 那一个就震撼了 我跟你说 万三四都未必做到 哇 这一件事 大家看着 真是这个深水炸弹 炸到他妈妈不认得 那你 这些地铁站 就是 王竹坑 去金钟 就说 两个站就行了 有些朋友跟我说 哎呀 两个站就去了 刘先生你认不认得 这些才是豪宅的 我真是不认得 老实说 那 奥运站也是两个站 去中环 更近 奥运站就比他 浪费气 三个站去中环 对了 对了 尖尽地理 有什么用 大陆人都不理你 你只靠香港人去抢 有鬼人去抢 这些 现在是豪宅的吗 抢了那些 就怎么办 就好像 女小姐 大集派 输了几千万 就是这样 不少这样的人 我跟你说 好了 当市民知道了这个楼价上限 就很麻烦了 大家就会利用这个架架 去衡量所有全香港所有的楼价 以后地产商很难再用模糊的方式 就会上些 大家快点抢 没有了 就是你个儿子抢 大量即将落成的 以后的新盘 就因为当年 他投地的时候 价格很高 必须赤价 要卖到两万元以上 才利用 哈哈 但是这个黄忠 我告诉你 二万元就封了 你没洗纸 全部都卖了一万多元 于是你可以告诉你 以后所有 后面卖的楼 全部都要虧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大件事 这个是所有香港而地产商要面对的问题 你任何时候 卖楼都要虧 你那班浪在货仓那批 就是一手货尾 全部都要虧 死了 而且呢 还要看下他的心情 如果你的客人 就一直越压越低的话 你就越死了 因为怎样 最多就要回来 二万元 就是这么多 我就按你了 所以你的买卖双方 现在的形势完全不平衡 全香港所有地产商必须要面对 喂 他剩下所有的地盘 在建的楼 和你一手货尾 全部都要虧本 这个就是现实了 我跟你说 建楼的游戏 原本就是地产商 一早就买了地 然后慢慢建 等时间的推移 咦 大家看到漂亮一点 你就去买 因为怎样 后面会升 一向的游戏 规则是这样 现在调转了 现在是怎样 现在越下跌 那你就越来跌了 那你在过去那段时间的话 那两三年的话 你越迟买 你就越便宜 对了 是不是 现在 这一样已经形成了 就等它变回之前 扭转了那个程序 就是 我越等越便宜 我怎么要买 做什么 我迟下才买 是啊 心急那个就是愚蠢了 现在已经有三年的人 愚蠢的人 做了愚蠢的决定 好了 接着到你了 你会怎样 我要买 我就等了 因为为什么 政府正在建了大堆巨奥 不用这么紧张 于是 等你跌下 所以这个 Blue Coast 2 这个天花板 天花界一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第一个 楼灾的警号 因为为什么 当所有买楼的人 都不紧张的时候 楼灾就会来 你就会 插一个很厉害的数字 他才会觉得 咦 吸引到我 因为为什么 跌少少 我没有兴趣 所以你小心小心 就是这个 一个大的讯路 就是楼灾随时会发生 大家非常小心 这些地产法权的死讯 就开始慢慢浮现 第二个就是 政府卖地楼标 大家都有留意这个情况 就是沙田小力园村 就卖了一幅地 成功批出 每方尺就是 3357元 比起三个月 就是 之前 同区另一幅 小力园村的 袁顺围的住宅 新鸿基的时候 就用6.19亿的中标 每平方尺 那时候 那个地价就是 3952元 现在是3300多 隔了几个月 三个多月而已 那个楼面赤架 就跌了15.1% 即是什么 新鸿基输了15% 买呀 新鸿基啊 聪啊 聪啊 政府啊 我买 买你就输了 买你就输了 你要在日后的价格那里 慢慢赚回15% 太痛苦了 现在 这个新的 小力园村这个地 是创了8年半的新低 死了 而上次的小力园村 袁顺围的住宅地皮 就 就是 较之前 他之前 那个 同区的 显和里的地皮 其实每个 就是 每一尺之前 是卖了8802元 已经大幅了 新鸿基买的时候 跌了55% 即是现在 什么 现在是 腰斩之后 再跌15% 死了 你之前 买8000多元一尺 好了 接着 到了新鸿基买的时候 就剩下3900 那新鸿基 想着可以 谁知道 再隔三个月 再死 3300 政府都卖 是不是 于是乎 是跌完一半 再跌15% 那就乱得了 正所谓 低处未算低 你卖地卖地卖地 卖死你 这个政府 拍卖的土地 告诉大家 楼市 根本未跌停 大家要很小心 当然 事件局 在启德道 沙普道 发展商 那个项目 这个叫启德道 结果 楼标收场 还死了 因为就在酒店的旁边 就想着 OK 是不是 我们以前在九重城 整天去 那地是不错的 怎料 长实是唯一的 一个入标的地产商 很多 邀请了很多人 做过很多意见调查 政府才推出 想着实识 没有签 怎料 大佬 地产商没有钱 亦都看不好 这个情况 因为他要挖地牢 要配合他 在地上 怎样走过去 之如此 总之 就很麻烦 大家说 没有兴趣 于是 长实 就在那个标 就要改一些东西 长实是这样的 所以 李泽巨 说 我们有 我们每次都投标 你每次都投标 你每次都改人的标 以前那些 负责去 搞你卖地的人 政府的官员 退休在他们公司做 他当然知道 你这样改就投不了 他明知道 你投不了 他就照顾 我照顾 人家都不投 我投 你确实不行 你改别人的标 你明知道不行 你就去投 所以长实就要改 阿爷 你看我有投标 我有投 不过不给我就 不关我事 人家说不给改 就是要改 神经病 当然不行 所以很无事 所以他经常在受访问 他经常说 我有投 我每次都投 他不投 他不给我 你击死人 接二连三 其实这个政府拍卖地 已经很严重 不行了 拍不了 为什么呢 在卖地市场 自从2023年 已经至到现在 有八幅地 楼标 死了 市建局占了两幅 对上一幅是观塘市 中心第四、五发展区的商业项目 其中一家顾问公司 第一太平大皮斯 地产市道 整体还未复苏 楼价尚有下调空间 所以发展商入标的取态非常保守 当第一太平大皮斯 都是这样说的时候 大家就很害怕 因为为什么呢 证明了不只是楼定坚说 楼价会下跌 原来第一太平大皮斯都说 老板人家拿了资料 很多专家在里面 都是跟我一样的方向 你就去排队买新楼 你这么有赢 又买Blue Clothes 又买Yohu 什么什么 你不得死 接二连三卖地的楼标 代表香港的楼市 不单止已经掉头下跌 而且更严重的是 没有人知道底在哪里 你说 新地买完三千九百元一尺 OK啦 下个都是三千九百元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到底了 不是 他跌十个百分比 这个政府又接受 那就是跌了十五个百分比 你真可憐 你想想 那怎么玩下去 下一次可能是三千 今次三千三 下一次又再三千 那就死定了 再下一次又二千七 这样跌下去 一个跌一个跌一个跌 死定了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梯级 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底在哪里 这个才是问题 刚才这个Blue Close 2 封了个顶 豪宅二万 看到了 封了个顶 你不用看了 最高就是二万 是这样 最低呢 不知道 死未 那就是大件事 我告诉你 于是乎 没有人敢买楼 没有人敢买地 你于是乎 以后的地 怎么拍卖 都不知道怎么搞 你就冲出来 勇啊 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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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政府又卖多地 跟着更加便宜些 死未 所以大家会这样计 你想想 三个月就跌了15% 那换年之后跌多少 你自己说 于是乎 你这帮傻子就去抢啊抢啊抢啊 你只看着地 已经跌得这么紧要 你还去抢 死不死 所以这一个 你懂得去理解的话 你就知道 楼灾 第二个 警号已经响起了 大哥 不要去抢楼啊大哥 快点 买鬼了那间楼 你想想 三个月之内 已经跌了15% 即是告诉你 你这间楼又跌15% 明不明啊 一样而已 你以为没有啊 实际上告诉你 是啊 否则政府怎么去卖 是不是呢 他就认同了 如果是说 我不卖 政府就有认 跌15% 我不卖 这样就聪明了 现在最高投标的 就是15% 就是市场跌 死未 你就不认了 这个灾难式的情况 可能就会很快出现 好了 接着 第三个警号是什么 启德 Double Close 哇 这个厉害 第一期推出来 制销 如何制销 呢 这个启德墳场 我说了很久了 这个是重火区 是不是 整个跑道区 大把火扔出来 很多现在都排队 晒太阳 由匯德峰 以及恒地 中国海外 新世界 合作搞这个启德的新区 Double Close 第一期 狠有型 手法 卖多少 死不死 几有型 58个 死不死 你肯定卖58个 卖极 卖极 都卖不到票 大哥 你叫那些 美联 中原 有多少人 有什么多少人 大哥 掠了很多个 天晒天 一大堆掠了 你现在排到这么后 还哪有人给你了 尽量卖都没有 这样 于是乎 没有啦 大哥 你卖出来试试看 就得那50个试试 结果 即日卖得多少 20个 死不死 只有20个 而且那20个 一定是按得很便宜的 那些 大家要进取的 我这个位置 又漂亮又便宜 这样去做 包括四个是特色的 商量的 招标的位置 死不死 实际上 按价钱牌 只有16个 哇 大哥 16个以前 一个小时都卖了 慘不慘 反应是绝对的 非常冷淡 那就是说 什么 即是说 现在香港的买家 已经清倉了 大家在这个 价格 不会让人出钱去买 你不会以为 天晒天 卖得很好 你出来就 持续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买家 你明白吗 好了 启德焚祥这个重灾区 绝对是楼市的 就是 它重货区 是楼市的重灾区 说错了 未来呢 大概一万个 未销售的 就是这些楼 包括一些 一手的 货尾 还有一大堆 二手的 排队队 就是之前买的 现在买了的 扔出来 有一大堆 真可憐 我和你说 这个Double Close 总共有361个 第一期 只有361个单位 大佬 现在买了多少个 20个 真是死不死 第一期买20个 这么辛苦 还要第一期 你记得了 剩下300多个 死不死 而之前 大堆的 新世界 还有900多个单位 多有排卖 新鸿基 就走掉了一部分 我跟你说 其他那些很可憐 所以 去不了就是去不了 那就没那么多 这个Double Close 打算出来 撿一下死鸡 死鸡也没得撿 屎也撿一下 跟你说 所以你看到 没有了 消化了 这些买了 一手新楼的人 连大陆楼都过来 没有了 你怎么说都没有了 全数的三房户 现在看到 它标的价 就是全部高过2万元的车 我都说 没有人买的 顶位 天花位 就是2万元 你高过2万元 不是说 不是买不到 很少很少 几个 两三个 有用吗 跟你说 帮不到 但是他们的价格 全部贵过2万元 所以现在 大家不想输 你结果就是什么 全部进了仓 等啊 又是等 等人到 死定了 这次就证明了市场 彻底消化不了 这些 啟德的 这些贵价的豪宅 未来一大堆 无论是如何推出来 一手也好 二手也好 我跟你说 不大减价 没办法去老虎 你不是说 三五个百分比 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要插 所以这个 第三个 这个 楼市灾难的警号 大家真的 千万要看清楚 这些 是逐个逐个 很明显地 告诉你 这些 啟德楼价 已经见顶了 那形势 我可以说 绝对比这个 长实 Bullclothes 这个 王竹坑的相对更差 因为 Bullclothes 虽然是 仆街 但是 他还有一期未推出来 第五期未推出来 之前卖的 很多人还未卖 但是 但是 他的货源 都没有那么多 这个 啟德 实际上太多货源 我跟你说 死了 我都说 所以很麻烦 当然 王竹坑那里也很麻烦 不要说不麻烦 但是 两个街上 就 啟德墳墙更大 我上次也说过 啟德 啟德 真的不是一个豪宅区 豪宅区 旁边又是居屋 接着又是一大堆公屋 居屋和公屋的人 几位多 是不是 还有那些 临时的地 那个特地 临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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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三园 去经营 那些 房流 有 5.4 会罵low 到底 真是 多谢你 我就住在豪宅区 很有空无事 这群人 走过来 绝对不是 不是说歧视 不就是 我不就是住在那田 只不過是你身為豪宅區 你這樣很明顯你就會令到那個價格會下跌 大佬我不習慣嘛 就是好像我們以前住在中鎮局那樣 你不可能走過這些屋苑的走過來嗎 大佬死了 立刻整個地方不行了 所以豪宅就是豪宅 不是這些玩嗎 大佬 我們那時候在中鎮局超市都不會見到屋苑的人 就是你總之你那些才有那個感覺 所以你賣出去 價錢又在這裡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大家要明白 這些這樣的警號已經出來了 就是代表了這個地方很嚴重 豪宅區 大把貨在這裡 好了 我覺得這個樓價就 因為這樣的情況 這個豪宅區要跌20%以上 才能夠救得到 大家要小心 所以 第三個 樓市災難的警號 第四個是什麼呢 第四個就是 之前這個減息和股票升了之後 不僅是一手可以的 二手都可以的 標上是很重要的 好了 結果 今個星期 剛剛過了這個星期六 星期六 中原指出的就是十大屋苑在星期六星期日 二、三號錄得七宗成交 岸洲下跌46.2% 死了沒有 一半 沒有了 零成交岸苑增至六個 包括則如聰的康兒 美夫 然後茶哥靚的麗港城 然後紅磡的黃埔花園 山賢第一城 東涌映灣園 全部都零成交 這個數字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說樓宇二手的購買力 已經無以為計 加瓜了 這個就是最恐怖的 為什麼呢 樓價跌都不銀額 但是一定要有食價 這樣才大家有機會出 你死了 原來沒有人買 那你就掛掉了 所以現在這個二手市場 比一手市場更恐怖 突然間 一天就插出來 所有 其實都一樣的 你一手都沒有人買 很老實 真的沒有 所以為什麼這個 剛才Double Close 那樣 那些購物力都沒有了 被你消化了 那又怎樣 那就有很久了 不知道要什麼時候 所以你看一下 第二手的市場的話 跟一手一樣 告訴你 郭亞特 賣地又掛 一手又掛 二手又掛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的市場 死了沒有 一手樓的地產商 當然有足夠的財力 可以暫時不推出盤 但是二手是不同的 二手可能要移民 可能突然間急著錢 醫病也好 做生意也好 我一定要賣一間樓 怎麼搞呢 於是鑑平鑑上 有些人可能害怕 看到他在下跌 現在劉先生說這樣 我不管了 我便宜一點也賣一去 好了 你又再下跌 於是 市場就會有機會 砰 一下子 插得很厲害 因為 要賣 你就不理會價錢 沒辦法 因為你要拿錢 拿錢 或者你怕被他綁住 以後 變成負資產 還可以 所以大家要留意 在這次的十大屋 已經是成交量下跌 得這麼急的時候 這個情況 是很少有的 大家要看到 這個減息 和股市上升的利好的消息 已經徹底磨平了 沒有意思了 刺激了一段的買家入市 但是現在的購買力 已經消化了 所以市場已經 無以為計 如果香港的樓市 不再急跌一個很大的數字 我相信 是找不到第二批的買家出現 所以這就是樓災第四個警號 大家非常非常非常要小心 好了 接下來 也是一個最後的樓災的警號 就是什麼呢 以前我們一向 都說了大半年 這個樓市的情況 一向來說 大概三年多之前 開始 就是這個 那時候是樓價的高峰 所以如果你說 這間樓 三年多之前買 可能有機會輸到30% 那這個就是最高峰 最多你輸三成而已 但是呢 現在不是 現在呢 經常看到樓 在最近賣出來的 全部都輸三成 或者以上 哇 很恐怖 那是什麼意思 即是說呢 我跟你說 已經 三成 不是最高 在肖肖之間 因為二手樓 它不是暴露那麼多 跟一手樓不停賣廣告 即是只是那些KOL說一下 或者報紙某些人去報一下 這樣很少的 我跟你說 那你就 即是沒有留意這樣的新聞 但是實際上呢 這個樓價是 一直一步一步地跌下去 這樣才會 不停有更多的樓盤賣出來的時候呢 那個業主會跌到三成 真是很嚴重 我跟你說 所以二手這個市場呢 你要看得非常清楚 這個市場是真正的市場 因為一手你看不到它跌了幾多 很多時候都 我先講一些 例子出來看 證明了這個樓市 是繼續向下跌 在這個過程當中 根本就沒有停止 包括 即是有這個的利息 減了四分之一利在香港 以及這個股票上升 是啊 它只是觸發了一個 拋售潮 大家去盡量承受這些機會 有些人買就賣給你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是第四次的最後逃生門 你不承受這個機會 我跟你說 你跟著現在看到 就再坐下去 元朗的上足 即是 雙破底 一手業主 九年拿了貨 競蝕超過三成 29室高層 244尺 這些勉勉強強 開始變成納米樓的 200萬港元賣出了 赤價 8197元 兩個數字 都創了新低 赤價和售價 都是創了新低 它的單位是2015年 一手賣入 306.5萬 現在 要輸 106.5萬 實際上 貶值的情況是怎樣 是34.7% 哇 你想一下 2015年 到現在 九年時間 你其實是不應該輸這麼多 但實際上就是輸這麼多 你應該三年半 那時候是最高峰 那個樓價這麼升 所以元素 再插下來 那你應該在下面 喂 價格便宜一點 沒有跌那麼多 不是喔 你看到這些樓 當然它有點像是納米樓 但是也沒理由九年就要輸 34.7% 對不對 現實就是要輸這麼多 才有人接 你看一下樓價值得多厲害 另外 元朗剛才是常觸 這個上月 10座中層 G4G4 上面積是440呎 那麼 用450萬 放售 結果436 再便宜14萬 那麼 赤價 9909 穿了1萬元一呎 原本呢 這是一個區內的租客 現在就變了去買 那麼 原業主是2022年 2月 用這個640萬買日 就是說什麼 買了兩年而已 大哥 兩年半左右 虧了多少 204萬 輸了 31.9% 神經病 神經病 你想想 兩年 它不是三年多 大哥 一樣要輸這麼多 而且 不算是納米樓來的 440呎 實用面積 大哥 又要輸 31.9% 即是說 我跟你說 已經穿了30%的頂位 現在的樓 越輸越多 這個就是 告訴你 證明了 樓災第五個景號 繼續墊 好了 馬鞍山回廊 一樣是大幅虧蝕的 二座中層 B037 實用面積238尺 那麼 用285萬就成交了 即是11900多 差不多12000 那樣 那個業主三年前 這個差不多是高位賣了 就408萬買入的單位 結果三年輸了 123萬 30.1% 這個馬鞍山回廊 就是中了最高的位置 好了 柏麗灣17座 低層A室 實用面積379尺 原價418萬 放售 最後再減70萬 才賣了 出9182元一尺 元月子 2019年8月 你想想 拿了五年 530萬買入 現在輸了 182萬 又說要虧多少 34.3% 你想想 有沒有搞錯 我拿了這個 這個物業 已經是三年多 大哥 沒理由輸了 這個物業 已經是五年了 應該 五年了 大哥 五年沒理由輸 34.3% 現在就是這樣 你想想 379尺 不算納米樓 這些 又是輸了 誇張 你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 看到一大堆的樓宇 現在都是 三成多 三成多 我告訴你 再過了一個月 四成都 所以你們看 死了 很嚴重 好了 以上五個不同的景號 已經代表了很清晰地告訴大家 香港的樓價仍然是不斷向下跌 五大景號 記住了 記住了 包括第一 第一 第二期 價格 見到天花 第二 政府 賣地 流標 第三 啟德的 Double Close 1 制銷 第四 十大屋苑 二手 成交急跌 第五 大量的二手樓管 告訴你 現在已經穿了三成 跌了 三成多 三成多 現在已經跌了 所以這五個景號告訴大家 柳災已經正在來 你不相信 恭喜你 因為我們看到商用的物業 甲級寫字樓那些 我跟你說過很多次 跌了六成 而私人樓宇只跌了三成 現在最近落後 我跟你說 現在三成多 最近落後 還有多少 還有三成可以跌 大哥 這樣才合理 因為大家都跌六成 而且 你還要那些商用樓宇 不要再跌 那些店舖不要再跌 否則就大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就是這個私人樓宇 最近落後 一直在陷入 我跟你說 那些銀行現在最害怕 因為為什麼 原本這些都不會那麼厲害 它又要撥秘的 哈哈很糟糕這樣 五個重要的樓宇向下的訊息 已經很明顯地讓大家看到了 我認為絕對有可能 成為一個巨浪 掀起一個特別特別的形勢 最終成為了樓宇的災難 當中央不斷地批些 國內專裁來香港 買樓買樓買樓 結果還是搞成這樣 死了 因為我說過了 香港經濟差 再繼承不了更多的專裁下來 死了 後面一段沒有人買 那怎麼辦 大家就可以知道 未來沒有好日子過 所以大家記住 但是記住 記住 不要賣樓 但是也不用灰心 為什麼呢 如果你賣了一間樓 總之聽我說 一年前我已經在說 那你就行 是不是 我也很早賣了 好了 那你就可以拿了些錢 不用怕 等它就跌了 我跟你說 近大灣區樓價 等到像深圳 五、六千元呎 買回家 那時候又怎樣 我用一半的價錢 多開心 我拿剩下一半的錢 走去做案件 然後做這個儲蓄 然後拿回來的顏色 供回家 哇 免費住樓 很開心 自己的錢還在 多發達 所以告訴你 不用理他 舒舒服服 賺了一半的錢 看你怎樣玩 懂得玩的話 這個遊戲還是很好玩 香港人 等它倒閉 不要緊的 好 希望你 就像我一樣 懂得怎樣看下樓市 那就開心 希望你留下你的意見 你認為樓市 是不是還會再插下去呢 最落後 要跌六成 現在三成多 還有一段時間 好 希望你會點讚和訂閱 Thank you Bye Bye